美国大军2003年攻进伊拉克时 多数学生还是蹒跚雪步的孩子 从那以后 他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暴力 炸弹和教派冲突 如今又加上伊斯兰国的暴行 学习机械工程的哈米德·穆瓦夫·法克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加入伊斯兰国 我不知道 也许他们能挣钱吧 不过我个人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会去杀别人 还把自己扎烂 我不知道 假如政府知道为什么 我肯定他们会拿出一些应对措施的 我反正不知道 就在学生们坐下来准备参加期末考试时 一枚大型炸弹在巴格达东部 一处贫穷街区爆炸 没有人离开座位 大家都有别的事情要操心 虽然校门外有武装哨卡和防暴围墙 但是学生们说 巴格达的生活跟其他任何城市没有两样 他们下餐馆 泡咖啡厅 逛商煞 会朋友 还花很多时间玩手机 对萨基达来说 生活的内容远不止战争 即使有战争 我们也能过正常的生活 比如我们会出门 会寻开心 编爱情故事 即使有战争 爱情也不会消失 我们只是想保持开心 忘记战争 多数伊拉克人也许会认同他的想法 但这也许是一种奢望 美国之音贝恩 巴格达报道 我们也许会订阅 我们也许会订阅